各位线上收看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雪莉 有没有听过曾经周遭的亲朋好友 有发生过突然剧烈的头痛 或者是没有办法好好地说话 表达自己 甚至是可能会眼前突然一片模糊 看不清楚 这些症状都有可能是脑中风的前兆 那大家知道吗 其实脑中风现在可以说是引发全世界人口 死亡跟影响我们行动能力表现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所以像最近天气这样子一下冷一下热 再加上家中如果有一些罹患慢性病的长辈 也甚至包含我们自己 平常忙碌在工作生活里面 不仅工时长压力大 睡不饱又吃不好的状况之下 就要来特别小心跟留意 所以呢 其实面对脑中风这样的疾病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健康课题 所以今天我们也很荣幸的可以邀请到 前台湾脑中风协会理事长 同时也是神经内科教授级的主治医师 李宗海李医师 来到现场为我们做进一步的分享 欢迎李宗海李医师 哈哈哈 李医师 你好 李医师主要是这样想跟您请教一下 其实最近大家当然都会很担心性冠肺炎 但是呢 我们其实也可以很清楚的 从胃活部的数字里面来看到 脑血管疾病 可以说是国人死大死因的第四名 而且很恐怖的 大概每44分鐘裡面 就有一個人會死於腦中風 那一般我們印象上面好像 大概60歲以上的人 比較容易會好發這樣子的疾病 但是其實也越來越有年輕化的趨勢 所以今天主要是想邀請醫師 來帶我們認識一下腦中風這個疾病 以及平常我們要怎麼樣來做好預防 甚至是如果真的發生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樣來面對它 那我首先跟各位介紹一下 一些腦中風的一些目前國際上的一些情況 那大概我們可以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說那個亞洲 非洲 北美洲 大洋洲也是澳洲 那一般我們都是跟那個白人比 你可以看到說亞洲的顏色比較深 也就是表示說它每10萬人 中風的發生率比較高 你可以看到北美洲也就是那個白人 像美國 加拿大 甚至說澳洲 大洋洲 它的顏色都是比較淺 所以從這個我們可以知道說 其實腦中風是亞洲人主要的疾病 在北美 在澳洲白人 它中風比較少 它反而是心血管疾病的機會 會比我們黃種人還高 那接著我們可以看一下 死亡率 中風的死亡率 你可以看到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人他們時常說 他們這個大陸就像一隻雞 那這個雞的顏色 還是比北美洲 比澳洲還高 也就是表示說 在中風來講的話 不管是發生率還是死亡率 都是亞洲人比較主要 尤其是黃種人 那身為黃種人的我們 所以就應該更好好的注意 去照顧我們自己的身體 來預防腦中風的發生 那我們可以看喔 你這個台灣地區十大死因的改變 在1982年之前 腦中風是十大死因的第一位 但是從1982年以後 就變成第二位 就次於癌症 2007年以後變成第三位 2016年以後變成第四位 所以我們時常腦中風的那個會員 我們時常說 我們其實對台灣的貢獻 是非常大 因為我們讓腦中風的死亡率 在降低 表示說我們的作為 是非常有成就感 但是呢 我們還是要好好努力啦 因為中風其實它是造成 身體的殘障 最主要的一個原因 不像說你那個心肌梗散 或是心腳痛 各位你可以看到李登輝 他心臟放了支架 放了幾個支架 他還是可以走來走去 但是你看看孫文璇 他腦中風以後 他就終身需要人家照顧 所以這個很大一個差別 希望各位能夠記取這個教訓 預防腦中風的發生 那醫師想請教一下 我們平常怎麼樣拿來知道說 自己是不是所謂的高風險的主趣 那我們可以看看 你看這個時代 其實中風 它一個應該是比較是老年人的病 那跟動脈陰化會比較有關係 那動脈陰化它是一個全身性的問題 你今天腦裡面的血管有動脈陰化 你心臟有動脈陰化的機會比較高 你周邊血管動脈陰化的機會比較高 所以你可以看到你第一次 就是說初次發病的腫類是中風的話 你發生心臟病的機會 是正常人的2到3倍 你在發生中風的機會 是正常人的9倍 你發生心肌梗塞 你在發生心肌梗塞的機會 是正常人的5到7倍 那你在發生中風的機會 是正常人的3到4倍 所以說你發生的中風 或是心肌梗塞 或是其他的血管性的疾病 你都要全身性的注意 而不是單單只注意那個區域 所以我們對中風的患者 我們師長會給他也要注意他的心臟 也要注意他的周邊血管是不是有問題 這樣子的話 才能預防他其他的器官的血管發生問題 那醫師我們有沒有辦法 就是先透過一些症狀 來稍微了解一下 自己是不是有可能罹患了腦中風 那我們可以看下面這個時代 急性腦中風的可能性 各位你要注意說 這個每一個症狀我們都給你寫的 突然發生 突然發生 所以中風是突然發生 中風不是說你慢慢慢慢來 比如說你突然發生 頭暈不平衡及走路困難 突然發生一眼或兩眼的視力模糊 突然發生不明眼影的頭痛 剛剛主持人員有談到頭痛 頭痛 中風發生的時候有頭痛 大部分都是腦出血會比較常見 那突然發生意識障礙 語言的表達困難 或是說理解困難 那突然發生臉部 或是手腳半邊的無力或麻木 這些都是中風的症狀 但是最重要就是突然發生 你不要像我們有些病人說 喔我這個手麻麻了很久了 是不是中風啊 那這個就不太像是中風 所以各位你要知道說 突然發生是一個很重要 那為什麼會說突然發生這個重要 你知道這個時間點 那你就有可能去盡早去給它治療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腦中風的類型 腦中風的類型 一般來講叫有分成 簡單的說啦 分成兩個 一個是缺血性中風 一個是初血性中風 那缺血性中風 我們分成腦血栓 腦栓色還有暫時性的腦缺血 那這個基轉是不一樣的 為什麼我們會分這樣的基轉不一樣 那當然還有更複雜的一些分類 這個可能是專門的醫師 那我們會幫各位病患 來給你做適當的檢查 適當的治療 來針對你的病因來檢查及治療 所以你可以知道說中風 它其實它是有很多類型的 那你針對不同的類型 那你要知道說怎麼樣去處理 那你才能夠預防中風的再發生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腦中風的種類 腦梗色 腦出血 那腦梗色就是腦缺血 也是因為血液的流量不足 導致組織壞食 那我剛剛有談到就是說 有分成腦血栓跟腦栓色 那腦酸色一般就是心臟引起的中風 各位要知道心臟也會引起中風 最重要是心率不整引起的中風 那腦出血來講的話呢 一般來講的話 有可能是高血壓性的腦出血 還有非高血壓性的腦出血 那暫時性腦缺血 它是一個定義上的問題 也就是說它的腦部有缺血 但是它在24小時以內就可以恢復 那就是暫時性的腦缺血 那各位要問說 哇那這樣子你缺血出血 我們一般人怎麼會 怎麼知道其實很簡單 各位你看看電腦斷成攝影的圖 這兩張電腦斷成攝影的圖 在各位的右手邊下方 你可以看最外面那一圈白白的就是頭骨 裡面就是腦組織 我們腦部是講求對稱 那不然它就是在中間 那你可以看到說 你有一片是有一個白白的點 那右邊有白白的點 這在片子上面的話 那個我們講的右邊是你 你現在你的那個左手邊 這個是我們習慣上是這樣子 也就是說這邊有個白點 一片白白的就是粗血 那你再看看說你的右手邊那個片子 一片黑黑的就是缺血 所以其實很容易你就做一個區分 你用電腦斷的攝影 你就可以做一個很好一個區分 那你要怎麼知道說 那個像有時候你去看病 你做了電腦斷的攝影 那醫生會說你以前有中風過 那為什麼他會知道 各位你不管是缺血或是初血 他將來都會在你的腦部留下一個疤 那這個疤你可以看到說 這一張電腦斷的攝影 外面一圈白白的是頭骨 那我這邊有寫右邊左邊 這右邊就是成就性的腦缺血 那左邊是新發生的腦缺血 所以你從這個片子 你就可以知道說 舊的腦缺血 他後來就是腦組織都壞掉了 他的顏色就可以跟我們腦式 那個腦式的顏色是一模一樣 就很黑了 那裡面都是水 水在電腦的攝影是黑色的 那你左手邊這邊的話 就是新發生的腦缺血 就是說他的顏色會比較相近 他正常的組織 所以從這個你可以知道說 新中風舊中風 為什麼醫生知道 我之前發生過中風 因為我們可以從片子來做判斷 醫師我們剛好線上 有一位康先生他有請教 我們剛才說突然跟急性 那這兩者之間有沒有相關性 比方說所謂的急性 就是突然發生 我們講的急性中風 就是說你中風有分幾個期 其實這個到後面我們會講到 中風我們會分成急性期 亞急性慢性期 那我們講急性中風 你不管任何任何時期的中風 他一開始都會經過這個急性期 那急性期的中風一定是突然發生 那樣子 所以有一定的相關性 對 那我們可以再看下去說 遲症核遲共振 或是有人翻成遲症造影 那遲症核遲共振 它跟電腦斷人攝影的差別在哪裡 電腦斷人攝影 它對腦出血的診斷會比較好 它在急性期我們就可以看到 但是對於腦缺血的話 它可能有個局限性 它可能要一兩天以後 你才可以看到 它的那個 就是我們看到的那些 我們講低密度的影像 低密度的影像 就像說你看左手 左手邊這邊 它的那個影像 你這個影像要看得到 這樣子新的發生的腦缺血 那可能要一兩天以後 你在早期的話 電腦斷人攝影面看出來 那這時候 就要靠這個核遲共振 核遲共振大概在兩三個小時 我們就可以看到它的病變 看到腦缺血的病變 那核遲共振它的一個好處 就是說它可以做血管攝影 而且它不一定要打這個顯影劑 那它不打顯影劑 那因為顯影劑還是會對我們的腎臟 會有一些影響 有些病人會有一些疑慮 那核遲共振 它的血管攝影 有時候在某些情況下 是不需要打顯影劑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我跟各位列出來這邊 前大腦動脈 中大腦動脈 後大腦動脈 肌底動脈 內頸動脈 追動脈 那我有特別用這個箭頭指的 粉紅色箭頭 用粉紅色箭頭指的 那個就是有血管 應該說動脈狹窄的地方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核遲共振的 血管攝影 它可以幫忙 那當然電腦斷整攝影 也有血管攝影 但是那個要打顯影劑 有些人會有一些顧慮 所以你可以知道說 在急性期出血 用電腦斷整攝影 可以做很好的檢查 但是缺血的話 可能要一兩天 電腦斷整攝影才看得到 這時候你做磁症造影 或是說核磁共振 我們就能夠看到 那醫師有沒有 就是發生哪一些症狀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讓自己提高警覺 然後趕快來諮詢醫生的幫助 就跟我們線上有一個 Michael小姐問說 比方說他如果真的有發現到說 眼睛模糊 眼皮一直跳 這樣是不是也是中風的前兆呢 結果眼睛模糊的話 第一個 你是不是突然發生 那有可能是單眼 或是雙眼 那他的病變位置會不一樣 那眼皮跳的話 這個就很難講 如果說要我去猜說 你這個這樣子的話 我會猜說 是不是說 是不是說你有時候 長期的使用你的電腦 一直在注視這個螢幕 導致你的乾臉症 那有些女性她喜歡戴假睫毛 是不是有睫毛倒勾 這個也有可能會影響 這個倒不一定像是中風 那如果說你伴隨有肢體方面的無力的話 那這可能就會比較 你會考慮說 是不是有可能是中風 單純這樣子的話 很難講 這關鍵是要突然發生 要突然發生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一個很簡單快速 這個在國際上 這個是很通用的 你到世界各國去 大家都用這個FAST F A S T F FACE 也就是臉部 你是不是有顏面下垂 突然發生的顏面下垂 手臂 你是不是有手臂垂落 突然發生的手臂垂落 S Speech 言語 突然發生的語言異常 就是講話講不出來 或是說 你講他聽不懂 G就是Time 時間 請儘速就義 那一般會建議說 你最好是打119 為什麼 因為119救護車來 救護車 他嗡一嗡一 給你送到醫院去的話 醫護人員會比較注意說 你這個真的是有病 如果說你私人叫車來的話 那個醫護人員會認為說 你這個是不是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問題 不然你幹嘛不叫救護車 這個在國外有統計過 有一些研究有統計過 打119用救護車送過來的話 那這些病人得到 那個早期照顧的機會 早期照跟治療機會會比較高 所以建議各位打119 儘速就義 那醫師如果說這個腦中風發生 他有沒有辦法 就是在經過治療之後 可以回復正常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中風的治療 中風的治療的話 其實是非常非常的 進步不多了 那當然在早期 我們就是給病人做頭部的電腦 當然攝影 還有磁症造影 或者說核齒共振 那缺血性中風 如果你發生3到4.5小時以內 一般會建議用靜脈濃酸 也就是靜脈打血酸濃結劑 那6到8小時 動脈內的機械性濃酸 這個是比較新 這個在最近2015年 才開始全世界 有共同的一個認識說 我們用這個治療 可以延長中風 延長急性中風的治療到6到8小時 那當然在某些情況下 我們講後循環 後循環 後循環就是追肌底動脈的中風的話 有時候甚至可以到12 或是到24小時 不過這個是需要醫師的平衡 那一般來講的話 8小時又再早急早急 一般都是用抗靈抗血小板劑 抗凝結劑也是要等到比較後來 所以一般都是用抗血小板劑 所以你現在在台灣 抗血小板劑也不多 頂多大概4種而已 那心臟內科會比較多抗血小板劑 對心臟的治療有效 但是對腦中風的治療 有些抗血小板劑 目前來講 還沒有一個臨床試驗證明說有效 所以大概比較常用的是4種 那初血性中風 大概分成兩類 一個是高血壓性的腦出血 那高血壓性腦出血要積極的控制血壓 何謂積極 24小時以內就要把血壓降到14090 那你在中國大陸 現在做得更積極 他們的臨床試驗 是在整個中風一發生 在救護車上面 他就給他控制血壓 那非高血壓性的腦出血 那當然控制血壓 那另外看著 需要不需要手術方面的治療 所以你大概可以知道說中風的治療 處置是這樣子 那中風為什麼可怕 三分之一終身殘肺 甚至在天上 三分之一中度殘障 那就是需要你的照顧 所以你可以時常看到說 在路面上有些人一搏一搏的走 那可能大部分都是中風 那只有三分之一的人 他是輕度的功能障礙 他可以回歸社會 自我照顧 所以你可以知道說中風 其實造成社會一個很大的問題 他造成家庭的負擔 造成個人在生活上的一個 需要別人的幫忙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醫師我們在日常的生活裡面 有沒有哪一些危險的應付 我們需要去特別注意 因為他可能會誘發中風的發生 那我們可以看中風危險因子 中風的危險因子可以分成兩類 不可以改變的危險因子 可以改變的危險因子 年齡你超過55歲 你每增加10年 你發生中風的危險因子 你發生中風的危險因子是double 男性中風 心血管疾病都比女性高 中足 黃腫人 我剛剛有談過 白腫人是心臟疾病 黃腫人是腦血管疾病 你先前有腦中風的病史 你再發生腦中風的機會是正常人的9倍 你有心腦血管病的家族史的話 你的腹系有的話 你發生腦中風的機會是正常人的2.4倍 所以還是男性的家族史會比較重要 那其他可以改變的危險因子 抽菸飲食生活習慣 酒精藥物的濫用肥胖 那頸動脈的病變 頸動脈的病變現在也是蠻發達的 就是你可以做支架 李登輝他做了心臟支架以後 現在國人對於頸動脈病變的支架治療 會比較有認同 那其他心防戰鬥高血壓糖尿病 高血脂高尿酸 就是三高要控制 那心防戰鬥就是心臟引起的中風 這個可能要有助 那李醫師我們可以看到 目前在治療上面 大部分就像您剛剛有提到的 是用手術或者是藥物之外 那目前其實國內外討論度很高的 比方說像細胞治療 那有沒有機會也可以應用 在腦中風的醫療上面 那我沒看 就是說這個你要說 是政府的德政 大概從2018年9月6號 那政府有一個特管辦法 它開放了我們的肢體 各位你可以看到 這是肢體的周邊血液的幹細胞 來治療慢性缺血性中風 所以是慢性缺血性中風 那另外在第五個 你可以看到用肢體的骨髓肩脂幹細胞 來治療慢性的缺血性中風 那大概慢性的話 一般有時候定義上會有一些問題 有的人是抓六個月 就是說中風發生六個月以後 我們叫做慢性的中風 所以這一些幹細胞的治療 或許對我們慢性腦中風 比如說對一些有殘疾的病人 走路行動不方便 或許將來 有可能對他們會有很大一個幫忙 那你可以看到說在國際上 在幹細胞的治療上面 其實在研究上面 你可以分成急性期慢性期的中風 都是有人在做研究 都是有人在做研究 那你不管是缺血性的中風 出血性的中風 都是有人在使用幹細胞 來做治療 所以其實幹細胞的治療 在我們中風 不管哪一個類型 不管哪一個期間的中風 可能都是有效的 可能都是有效的 那這個有帶我們台灣的 比如說像訓練科技 他們好好的努力 來找出什麼樣的藥物 什麼樣的應該說 什麼樣的幹細胞的治療 對什麼樣的中風 什麼時間的中風 會最有幫忙 那各位你看一下 其實目前在中風的人體試驗 你可以看到說 中國大陸跟那個 這應該是美國 其實是最多 那另外是歐洲 那台灣的話 我們可能還是要努力 當然台灣比較小 也許沒有說 那麼多的一些企業 來從事這方面 我也希望說 訓練科技公司 生技公司 能夠好好努力 在這方面 能夠創造出台灣的一個奇蹟 能夠對腦中風 能夠有所幫忙 那醫師想請教一下 如果說像這樣子聽起來 就是細胞治療 確實可以為腦中風 帶來一個新的醫療契機 那您本身對於 在使用幹細胞上面 有沒有什麼樣的期待 或者是看法呢 大概現在目前 國際上的一個認知 就是說MSC 就是幹細胞 就是兼職幹細胞 它可以分化成神經細胞 那神經細胞 可以來取代 壞死的那個腦組織 你知道說 我們不管缺血 出血後 我們的腦組織都會壞死 那你神經細胞 可以用來取代 這些那個損傷 就是壞死的那個神經細胞 那或許可以幫忙病人 可以恢復它的神經功能 那另外這個MSC 也就是兼職幹細胞 它可以分泌神經營養因子 那神經營養因子 對我們神經細胞的再生 也是有幫忙的 那你不動來講的話 我們中風 它其實也是一個發炎的現象 那會產生一些發炎的因子 那兼職幹細胞 MSC 它也可以抑制這些發炎 那物質的產生 所以讓你的規復會更好 所以兼職幹細胞 它可能可以分化成神經細胞 那它可以抑制你的那個發炎的物質 那它可以分泌神經營養因子 來達到幫助你規復神經功能的目的 那你可以看到說 幹細胞在腦中部的功效 那這個是2019年所發表的文獻 第一個 它有神經再生的功能 第二個 它有轉分化的功能 第三個 它可以有血管再生的功能 第四個 它有塗促 塗促其實也是神經細胞的一個 塗促的一個再生功能 那第五個 就是它有免疫的調節的功能 也是讓你的發炎質素 發炎物質能夠減少 能夠降低 所以它有這些功效 所以你要我們要怎麼樣去 能夠促進這些物質 這些功能的實現 那可能就有帶我們的生技公司 好好的努力 那醫師這樣聽起來 其實細胞治療啊 顧名思義 聽起來細胞應該是一個材料 那如果說我們在選用細胞上面 有沒有哪一些 需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大概我們可以知道說 你越年輕的話 就像說這個人 你越年輕你就規悟的越好 因為我們大概我們醫學上有個名詞 叫做可塑性 神經的可塑性 那你細胞你越年輕 你的可塑性越高 所以你如果早期儲存你的幹細胞 你越年輕的細胞 對你的一些神經功能的修補 會越有幫忙 因為它的可塑性高 那你越早期儲存 那你越年輕儲存 那當然這些細胞 將來對你的幫忙 有可能會比較好 不然等你老了又再來儲存 像我年紀這樣子儲存 我不曉得也許可能就不太好了 所以大家可以思考看看 不會不會一樣非常好 有目前國際上面臨床案例有的先生 他可能年紀七八十歲 用了自己的幹細胞 他其實還是有非常好的 修復軟骨再生的效果 所以其實重點是在於 我們剛剛在特管法上面 其實有看到 剛剛醫師有秀給我們看 特管法上面 他都有兩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就是字體 對所以我相信其實 在所有的醫療上面 不論怎麼樣 也不論年紀 關鍵的關鍵就是自己 因為畢竟自己細胞 自己來使用 一定會是最安全的 那今天也真的非常謝謝 李宗凱李醫師教授 來跟我們做這麼精采的分享 那其實在這樣的講座裡面 我自己真的也跟 教授學習好多 對至少我知道 此時此刻開始 我一定要自己 從我的日常生活裡面 很紮實的做好一些 健康管理的行動 對比方說像我的飲食啊 要少喝一點酒啊 然後做好運動規劃啊 等等之類的 一定要現在就開始 那當然更重要的是 我一定要做好 自我健康檢視這件事情 有任何的異常呢 我們就要趕快來諮詢專科醫師 對這樣我們才可以 把握住所謂的 黃金治療的時期 對那當然呢 我剛才很喜歡 教授有兩個用字 就是積極 對我們也可以更加積極的 來照顧我們的健康 就是趁我們在年輕的時候 對可以在我們的 活力充配的時候 把這些好的細胞資源 先儲蓄下來 那未來呢 在有任何醫療需求的時候呢 比方說像 腦症風神引發了這些後遺症 導致行動上面的不方便 組織或者是器官的缺損 我們就有機會 運用自己的細胞 來做好修復這個工作 來幫自己呢 爭取多一項新的醫療資源 那當然很重要的是 儲存幹細胞這件事情 真的就像教授剛剛提醒我們的 要趁年輕就把它規劃起來 真的能早就不要晚 那今天再次謝謝 謝謝教授來到現場 對我們做這麼多的醫療薪資 還有健康方面的分享 那也邀請現場的朋友們 我們一樣用刷滿愛心的方式 來謝謝李宗海 李醫師 謝謝醫師 恭喜你 謝謝ؤ 謝謝